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见的白醋 其实蕴藏着十分深刻的美容护肤秘密 只巧妙利用 平凡普通的白醋 就可以让你容颜焕发 拥有漂亮肌肤 白醋美容洗脸片 将白醋运用于洗脸当中 就可以让你的肌肤水嫩哦 1. 白醋日常洗脸法 每次洗脸时 放一小盆水 加入少量2汤匙的白醋 倒入水中调匀 铺到脸上 或者干脆把脸浸入温水 然后把水倒掉 再开始正常的洗脸程序 二、白醋去皱洗脸法 白醋能够减轻皱纹 晚上洗脸后 取一勺醋 三勺水混合 用棉球占保 在脸上有皱纹的地方轻轻涂擦 再以手指度轻轻按摩一下 洗净即可 这种方法可帮助消除脸部细小的皱纹 三、白醋柔嫩肌肤 A、先洗净脸部和双手 然后进入加入食醋的温水中洗脸和手 五分钟后换用清水洗净 长期这样做 可让皮肤光洁、细腻 水中加入的醋量已少 以水不变色为准 B、把白醋和水按照1、3的比例配好 可以单独装在一个矿泉水瓶里 天天早晚洗过脸后 用手掌轻轻将白醋水拍在脸上 一次不必用太多 一点点就行 你感觉整个脸都湿润了就行 偶然还可以用这种水洗洗脸 四、白醋曲斑吞斑 用白醋倒入中药白竹适量调和 密封浸泡一星期 天天洗脸后 擦拭面部长斑的地方 日久可令雀斑逐渐消除 隐退 五、白醋曲除卷容用于盆浴 在温水中加入一二汤式食醋 洗澡后不仅能去除皮肤老化的角质层 而且消除疲惫 焕发精神 面部也显得很红润 六、白醋还能抑制头蟹每晚睡觉前 用一一的食醋和清水在头皮屑生优点涂湿 轻轻揉搓发根部 十分钟以后用清水洗净 这样做可以抑制头皮屑过多生长 并可以最终根治 用加入食醋的温水洗发也有效果 七、白醋美发每次以中性洗发液洗发后 再用对入少量食醋的温水漂洗头发 二十分钟后用清水冲洗 慢慢的 头发会变得柔软光泽 乌黑亮丽 白醋美容配方片 巧妙地将白醋和其他材料来个精心搭配 这会有出奇不易的美容护肤效果 一、爽肤水 材料、白醋凤凰甘油 配方一、皮肤粗黑褶 白醋、甘油二、一混合 长茶皮肤 一日二负三次 能使皮肤湿润 减少黑色素沉积 一个月后皮肤极细腻白嫩 洁净光滑富有弹性 布满美感 配方二、皮肤干燥扫痒 白醋、甘油四、一混合 趁洗脸或洗澡后毛孔打开 皮肤未干时涂于皮肤上 有很好的效果 配方三、皮肤超级保湿秘方 白醋、甘油一两黄旗 这个配方很保湿 有一点黏 因此使用后可以不用再涂护肤霜 此配方适合晚上使用 配方四、腰筋的配方 白醋、甘油、纯水一、二、四 夏天白醋多点 冬天甘油多点 假如甘油放太多会很黏 之后假如用了面霜就会粘在一起 因此比较推崇白醋多一点的方法 但是假如觉得醋味太大 那就加些纯水吧 二、嫩夫去豆 配方一、白醋、纯水 白醋、纯水一、三配好 天天早晚洗过脸后 用手掌轻轻地将白醋拍在脸上 一次不用用太多 一点点就行 你觉得整个脸湿润就行 偶然还可以用这种水洗洗脸 坚持一个星期就有了效果 皮肤很细嫩 不怎么尝痘痘了 痘痘疤疤也淡了 皮肤不出油 毛孔也缩小了 配方二、白醋、黄瓜汁 白醋、黄瓜汁一、一调好 洗脸后涂于脸上十分钟后洗去 一日三次 连用半个月以后不发 配方三、白醋敷脸 天天晚上洗完脸用一点白醋均匀地摸在脸上 避开眼睛四周 等十到十五分钟 感觉到脸上有一层干的魔后 用清水洗掉 第一次做的时候 你会感觉有点像在做脸部杀菌般有点痛 不要担心白醋本来就有杀菌效果 忍耐一下 等洗完脸后你会发现抹过醋的地方有点发红 不要担心睡一早晨 你就OK了 所以只能晚上做嘛 这个要坚持 一次两次不会出现明显的效果 但坚持一个周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会变得很细 还会发现自己变白了 3 驱斑特呆 材料 白树配方 用白醋倒入适量的白竹调和蜜蜂浸泡一个星期 天天洗脸后 擦拭面部长斑处 日久可令雀斑逐渐消失 隐退 好好利用你身边的白醋来美容吧 不过要提醒一句 假如肤质偏敏感的MM要小心尝试了 妙方让女人年轻十岁 爱美的女性 谁不想使自己更年轻 并能留住一份健康的美 我们介绍的方法非常容易实现 只要你能够坚持 想要年轻十岁 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但是也要持之以恒哦 每天坚持多一点 美丽就能多一点 1 一个西红柿或是苹果 一个在水果和蔬菜中 西红柿是维生素含量最高的一种 苹果中的维C含量也很高 所以每天至少能吃一个这样的水果 可以满足一天所需的维生素C 2 一杯醋 对于女人来说 要保护好皮肤 除了饮食之外 在化妆台上加一瓶醋 每次在洗手之后先抹上一层醋 用布盖着 保留20分钟后再洗掉 可以使手部皮肤柔白细嫩 如果你住的地区 其自来水水质较硬 那么每天坚持在洗脸水中 稍微放一点醋 即可起到养颜的作用 3 每天一杯酸奶肌肤药润 常用酸奶 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 作用温和 而且安全可靠 酸奶面膜就是利用这些乳酸 发挥玻璃性面膜的功效 每日使用 会使肌肤柔嫩 细腻 做法也很简单 举手之劳而已 酸奶的其他美容功效 护发 用洗发精洗头发 冲净之后 用酸奶充当润发如使用 绣发不但不会有洗发精残留的问题 摸起来还非常柔顺 但务必要用温水冲干净 补钙 从补钙的角度看 女人是最易切钙的一个群体 而牛奶的补钙的补钙效果 由于任何一种食物 特别是酸奶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所以女人应每天保证喝一杯酸奶 所以女人应每天保证喝一杯酸奶 功能的很快衰退 每天坚持喝一杯豆浆 能增加人体磁激素的及时补充 又不会因人为的用药调解而形成对身体器官的其他副作用 5. 早晚两杯白开水充足的水分是健康和美容的保障 早上一杯水可以清洁糖到补充夜间失去的水分 晚上一杯水则能保证一夜之间血液不至于因缺水而过于粘稠 因此每晚饮水的作用不能低估 尝试每餐前尽量饮一杯清水 一来可以填饱咕噜咕噜响的五脏量 降低饮食分量 二来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 加速新陈代谢 6. 一杯茶女人一定要喝茶的 如果胃没有毛病 绿茶和乌龙茶最好 茶是最天然、最有效的减肥剂 当然,现今已有用各种花干加工成 供人们保健之用的花茶 有直接养颜的、有促进睡眠的、不一而足 怎样做个茶美人 喝茶瘦身大 有讲究这里说的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花茶 红茶什么的 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原料去泡制 比如,薏仁、蝶叶、柠檬 7. 每日泡一次脚 可以在早上只需20分钟 也可在晚上最好一小时 用40度以上的热水加几滴醋泡脚 可以起到健身安神之效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